李卓人議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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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他聽到我講的翻說話,他都已經明白的,就是他們會認同,第一,如果我們將這個審裁處放在一個高等有記錄法庭的地位上, 其實他們就不需要擔心,司法覆核在原則上是不適用,第二,因為有上訴的途徑,法律寫得很清楚, 所以一般來說,就算是適用,法庭都絕少會運用的証証券,是批准司法覆核,所以有這兩個關卡,其實就不需要153, 接下來,我想提出兩個問題,我希望秘書長你可以將我剛才的意見轉達給法庭的大法官聽,我相信他們會明白的, 但我有兩個問題想問你的,第一個問題就是,假若,如果我們真是說,接受這個審裁處是一個高等的有記錄的法庭,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修改這個高等法院條例呢? 還是我們在這裡講就可以呢? 因為我的理解就是,其實那個定義應該是由高等法院條例作出, 就不是可能在我們這個條例上,我看不到,是有一個這樣的適義在這裡講清楚, 這是第一個問題,第二個問題就是,所謂這個限制司法覆核申請權這件事, 就只是適用於這個競爭條例的審裁處,而是不適用於競委會的任何決定, 即換句話說,競委會作出任何決定,仍然都可以透過司法覆核,去覆核他們的決定, 譬如他決定去查一個人,或者決定不查一個人,或者是他決定用他的一些擁有的權力, 進行一些行政措施的指令,去限制一些業務實體的行為, 這些這樣的種種的決定,都是可以由這個司法覆核去監管的。 最後一點我想講出,就是,剛才我講的那個上訴途徑, 一般來講,法庭有上訴途徑的話,是不會批准司法覆核, 其實那個原理,就在於一個上訴途徑,那個覆核的涵蓋面, 是遠遠闊於司法覆核, 司法覆核只可以覆核的程序, 以及那個程序有沒有違反社會公義, 但是一個上訴途徑,是所有決定都可以覆核的, 所以上訴是比司法覆核,是較為全面的, 所以有一個上訴途徑,其實沒有司法覆核,是並不會削入到香港的法治的。 這一點我都想講清楚,也都希望有在這裏,坐在這裏的同事,都會了解一下, 或者回去也都會將我的分數覆核給法官聽。 秘書長。 多謝議員給剛才給我們很多寶貴的意見。 我們回去會再內部考慮的這件事。 至於剛才提到,有兩個問題,第一是司法覆核, 我們現在說的是否以後的, 敬委會所做的事是可以司法覆核的。 我這個答案是是的。 以後敬委會所做的事是可以由司法覆核的。 即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事是跟敬委會所做的事是無關的, 我們不是說禁止那樣。 第二就是關於我們的審裁署, 其實是否需要改高院的條例, 將它包括在內呢? 以我所知是不需要, 不過我都要請我法律專家給予一個意見。 法律專家給予一個提供資料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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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要有方面的決定是第一三條講的。 其實跟著中生法院就要把中生法院的條例自己本身會講的。 所以我就不需要做一個Cosperial Amendment。 那不是你應該要, 不是要修改這個高等法院的條例, 將這個審裁處都列入了高等法院的定義? 現在的做法就是在各者個別的條例那裏做 我們現在就在... 即是在我們的經濟條例做就可以足夠了 是的,我們現在就在第133條那裏 在經濟條例草案裏做了 郭榮幸議員